纵观国产电视剧的爱情故事,有灰姑娘邂逅白马王子,也有霸道总裁壮健平寒女,更有骑士豹的公主龟的温暖童话结局,但一段事情灭练总是会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,刚刚还花钱略向温柔缠绵,一个出其不意便白转,成刀光剑影里的爱恨情求,他们的忠诚眷属历经了刀山火海多世轮回, 来得十分不易,起初的虐恋题材影视剧还能点到为止,在网文全面影视化的大潮下,虐恋慢慢成为虐而虐的套路化创作,从网文的虐恋标签到国产虐恋剧谈起虐恋电视剧,就要从虐恋网文开始说起本文所指虐恋并非社会学上的专业概念,仅为网文发展至今的一种作品类型,虐恋, 不明思义,就是明明可以好好恋爱,可非要彼此折磨体为痛苦才能享受到爱的气息,相较于甜宠故事,亦或玛丽苏的偶像故事,虐恋可能距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近,给人的慰藉更深, 一方面在于故事里那些渣男贱女,会让你觉得你的人生比起他们的痛苦与艰难其实还算不错,另一方面,故事里的苦心虐恋更容易给予读者观众一种共情与共鸣, 近几年,网文中的虐恋情深,尤为体现在古装宫廷剧和玄幻修心剧上,公所心欲钟晴川和巴阿哥,公所心欲李晴川和巴阿哥的虐心恋情可谓虐倒了一众观众, 由于历史上巴阿哥最终是失败的,故巴阿哥和晴川的爱情在观众一致的悲剧结尾之中显得格外纠结, 甄嬛传中甄嬛和十七爷的爱情更是哭瞎了很多粉丝,明明十七爷已经为甄嬛终身不娶, 而甄嬛也正好对十七爷心有所属,可爱情终究无法与道德情理所抗衡,怪只怪错生在了帝王之家, 汉只能汉我与你从相识相知相恋,最后我们不能相守,无法白头到老,反而要看着你死在我的怀中, 除此之外,近现代剧里如《千山木雪》里的男虐女生,女虐男心, 来不及说我爱你里的情到深处无愿由,凡此种种纠结虐恋,怎能不让观众感动哀叹, 两部熟悉档古装剧撞车绝非偶然最近,一部网文改编剧《魅者无疆》,有了小小的热度, 编剧先给CP粉撒糖再撒玻璃茶,与此同时,另一部仙侠作品《消灭成沉浸如霜》, 则虐变三世虐尽三人,也是时时刻刻牵动着观众的心,《魅者无疆》中, 长安的誓死跟随打了一手感天动地的好牌,公子为了婉媚耗尽了三极却输给了真心, 亦让人为之恶万叹息,而在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里, 紧密一世为葡萄,一世为人,一世成仙,同旭奉恩怨痴缠,守望千年,生死情节, 两部剧均为一女二男的人设配置,只是两部剧中,前者是男一线黑话, 让男二气暖女一的心,后者是男二线黑话,设计让女主误会男主, 《魅者无疆》中影子长安和女主,《魅者无疆》中影子长安的情话随口就来, 套路满满,而公子对于矮昧的感情,虽然不像长安那般外露, 却让观众看得十分难受,贵为二皇子,却不受待见, 还有个根本容不下他的皇兄,他本就小心翼翼地活着,爱的释放也只能更加谨慎, 男主的甜是能看得见的纯白的糖,男二的咸,则是入水即化如泪一般的盐, 味道不同,各尽千秋,从原住来看,香蜜沉沉浸如霜, 因三生三世的虐恋招牌收揽了一众死忠粉,在影视剧的改编上, 虐恋的细节更是有意放大而为之,从李丹作为这部戏的戏演, 到任意因利益薰心而利用紧密的导火索, 到紧密错杀续凤的第一层拐点,明明只要有一方坦白, 误会就不会发生,可虐就虐, 占了三个人,都有着自己的设定,以及目标,你无法怪锦翼, 因为他不懂爱不知情,你无法怪润郁,因为政治就是如此残酷, 要悬世就只能割舍一些东西伤害一些人,你更无法去怪叙奉, 我一心一意为你,你却为了别人杀了我,你还要我如何再相信你, 香蜜沉沉浸如霜,的男女主角,对比之下, 媚者吴江的原著就没有太多素材公改编了, 于是,为了体现男一成安和女主婉妹的爱情, 编剧《尖原著》便用男二公子去搞事搅和, 以增加虐的戏份,这种为了虐而虐的影视改编手法, 越来越像影视圈的一种共谋, 没有波折虐恋凑,虐恋成了流水线上的钉子, 哪里需要哪里搬,当影视剧成为大众娱乐, 的一大选择后,虐恋,就成了一种分类标签, 这其中最虐心的其实是明明那么多人爱我, 可我偏偏选择最难爱的那个, 最终,步步精心只能落得个看着兰花, 赌物思人的下场, 而甄嬛传也自开始的狼情窃异, 变成了最后的虚情假意, 必杀即用三次则力不从心深挖虐恋梗的诞生, 可以直接追溯到琼瑶时代, 清纯美丽的贫穷女主, 邂逅专一多情的高富帅男主, 二人发生了一段惊天地气鬼神般的爱恋, 因曹地府走一回, 和阎王爷在打个照面, 最终过上幸福的生活, 随着网络时代到来, 网文的风行和类型化的宣传输出, 虐恋被越来越多读者知道写宠爱, 并在许多网文网站读成一类, 在千山木学这样的网文颇受欢迎的年代, 温柔体贴的暖男已经不再流行, 反而残酷, 腹黑, 狠心的恶魔冰山才是王道, 在虐恋的照耀之下, 爱情就是要被荆棘捆绑, 想要靠近, 就注定要遍体鳞伤, 而直击人心的就是这其中的绝望和虐情, 千山木学中的恶魔冰山男主, 可这种虐恋的必杀技, 不论在小说里, 还是剧作里都是用一次伤心, 用两次扎心, 用三次只剩力不从心, 如果我没有刀, 我就不能保护你, 如果我有刀, 我就不能拥抱你, 剪刀手爱德华中的这句话, 成为诸多网友投票, 中最虐心的电影台词之一, 说者无意, 听者扎心, 从而使得整部电影都看起来, 有了满满的虐恋气息, 而作为仙侠剧招牌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, 这部电视剧从头到尾都是逆逆歪歪的情爱, 中间穿插了宫斗和修仙, 但仔细剖析来看, 不过是一个叙叙叨叨的爱情故事, 看不过几集便可以开中后面的剧情走向, 与之同等地位的花仙谷更是一部彻头彻尾的诗声面炼剧, 明明心系天下, 可最后还是哭着说, 没有你, 我要这天下做什么, 这样的虐恋, 失了真心, 唯虐而虐, 从而本末倒置, 花仙谷唯虐而虐, 除此之外, 一些打着仙侠虐恋剧的大IP更是玩起了剧情不够, 虐恋来凑的戏码, 把原著剧情改编的乱七八糟的青云志, 整整虐恋了七十三集, 颠覆性毁灭原著精髓的华虚印虐恋了五十二集, 就是换成也百亿集四十分钟的剧拿出三十分钟, 给卡索和黎洛去谈恋爱, 最后硬生生撑到了六十二集, 如此下来, 虐恋的质量也大大下降, 以虐恋去勾人初心的意义也全然不在, 深情不过久半, 只要最终是你, 都值得等待, 这是爱情最初的意义, 也是虐恋最初的起点, 但是随着古装, 玄幻, 新侠网络剧潮起, 虐恋套路愈加繁多, 一部剧只玩一次虐恋便足够, 多了, 也就厌了, 作者, 邱小默剧评人责任编辑, 阿尔法将图缘网络图, 如果你有所欲望的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